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3年3月里的一天,考古学家们走进了内蒙古通辽市土耳基山上的一座辽戴墓葬,华丽地雕刻着金色凤凰的彩色棺木里,沉睡着不明身份的契旦女性。 随葬品中大量的黄金珠宝显示,墓主人拥有不菲的财富,诸多带有凤凰图案的陪葬品,透露着墓主人的皇家身份。 但她的墓室却建造得极为寒酸仓促,开关后考古人员发现她的尸骨内残留着大量的剧毒物质水银。 她是谁?生前有着怎样的离奇遭遇? 一时间,关于这个神秘的契丹女性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正在共同努力,试图让这个千年前的契丹人说出更多的秘密。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所长塔拉,面对这个疑点重重的契丹女性,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她将她的头骨取下带到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交到了朱宏教授的手中。 那塔拉所长呢,她想起来想到了就是要想委托我们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她进行性别年龄和种族的鉴定。 确定她性别和年龄呢,问题不算太大,性别应该没有问题,隋藏品就告诉大家,她肯定是个女的。 那么从她的两侧的齿骨联合面的形态变化来看,她的年龄应该是从30岁到35岁之间。 在对墓主人的性别年龄等有了一个结论之后,科研人员们对墓主人的头骨做了精确的测量,获得了大量数据之后,开始对她的面貌进行复原。 这次的复原工作,她们将使用国内最为先进的电脑三枚成像技术,负责这个项目的科研人员们对于眼前的这个千年前的契丹女性充满了期待。 接下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DNA的分析鉴定她的种族。 虽然之前墓葬及随葬品的特征显示,她应该就是契丹人,但塔拉所长很想知道,她和别的契丹人在遗传基因上究竟是不是非常相同,甚至进一步判断她是否有贵族的血统,这对判定她的身份非常重要。 对比之后结果呢,发现她还是和我们所做的契丹其他样本是比较接近的,特别是和我们所做的这个耶律与之家族目的一个样本,就是我们15号样本,非常接近,只有一个简级的差异。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献有耶律与之家族的十几个样本。 耶律与之是辽带契丹贵族,其祖父耶律和鲁也是辽太族耶律阿宝基的祖父。 因此,耶律与之与耶律阿宝基同出一脉属堂兄弟,这几乎可以证明,土耳其辽墓中的契丹女性的确具有契丹皇族的血统。 DNA的分析结果几乎肯定了之前对墓主人皇家女性身份的猜想,也解决了凤凰门事一再出现的合理性。 但这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这个契丹女性的强烈好奇。 在诸多的皇室女性成员中,她又会是谁呢? 塔拉决定从她的死亡原因上寻求突破,而在对死亡原因的分析上,朱虹的科研小组还没有发现其他能够导致目入人死亡的明显伤病。 不会是树东正寝,因为她那个年龄,她不可能是像底层的那个劳动人民一样。 底层的劳动人民40多岁死亡也很正常,她也不会由于战争外力的损伤,从她的这个墓葬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说明这个问题。 水银依然是问题的关键,水银的伎量有多少,它会是导致牧主人死亡的真正元凶吗? 可能单独水银进行的事故里边有这么深的有那么两千,另外就好多跟那个尸体里边那些腐蜂都在一起,我把那些腐蜂还有一烧杯。 如此大伎量的水银是足以使人致死的,使人致死的剧毒水银,仓促下葬的可疑迹象,是否意味着牧主人是被害身亡的呢? 如果真是如此,没有牧之名也变得顺理成章了。 一个皇室女人被害身亡,当然密不可宣,那么辽代曾经存在过的皇后或者公主中,有谁有可能是因为水银中毒而死的呢? 塔拉开始重新审视这次考古发掘中所出现的可能被忽略的细节。 他发现在整个牧藏出土的文物中,除了大量的凤凰门市外,还有一样东西出现的几率最高,那就是铃铛。 这绝不会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其中必然有着更深层的含义,那会是什么呢? 塔拉想起了辽史中的一段记载。 辽代的开国皇帝辽太祖耶律阿宝级登基时,就是在卢化州东面一个名叫金陵港的地方。 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 灵铛在契丹人的信仰中有着神的力量。 灵铛一想就代表神来了。 奇特的头孤能否揭示牧主人的真实身份? 头孤和这个铛铛牧主人,携购屏,可以说一模一样。 请继续收看《王者归来》。 辽太祖耶律阿宝级在统一契丹八个部落之前,曾经建立了一座城池,名叫龙化州。 通辽市的文物部门曾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进行过一次考察,确定了龙化州的位置就在通辽市奈漫其境内。 这座城池是耶律阿宝级做皇帝之间的一座城池。 这座城池是耶律阿宝级做皇帝之间的一座城池。 在一次征讨河东、戴北九个郡,俘虏了三万五千多汉族人之后建立的。 他让这些汉人在这里为他耕种放牧,因此耶律阿宝级也称这座城池为汉城。 那时的汽丹共分八个部落,耶律阿宝级占据的汉城处于整个汽丹地域的东部,占据着汽丹族食盐运输的要道。 阿宝级就用这种盐帖来要挟这个齐克部落首领,他说可以,你可以上这个来我的汉城,咱们商量商量,这个盐怎么分。 结果齐克部落首领听到以后很高兴,带着牛,带着酒,带着很多礼品都来了,以为阿宝级给他们分盐。 结果他们再来,要到汉城附近了,阿宝级事先已经埋伏好了,埋伏好了以后,把这七个部落首领全部抓住,杀掉。 这个类似鸿门面的计谋,让耶律阿宝级兵不血刃地统一了汽丹各部,建立了雄霸中国半壁江山的大汽丹国,也就是后来的辽国。 与北宋对峙长达两百多年,这个龙华州也自然成为了辽国的第一个都城。 让今天的考古学者更被关心的是,接下来耶律阿宝级在龙华州的东侧的金陵港登基做皇帝时的一个细节。 因为阿宝级登基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城市的东车,当时叫金陵港,它的东车有一条港子,叫金陵港,为啥叫金陵港呢? 因为在这些港子上给它搭那个机台的时候,挖出来一个金陵的,有上天这种旨意就是这。 我们向龙华州的东向行径,试图寻找金陵港所在。 一千多年的时间,让这里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金陵港的具体位置已无法确定。 但阿宝级以金陵的出现,昭告天下他做皇帝的顺应天意,我们也由此可见铃铛在契丹人的心目中,也许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 这个意义又是什么呢? 它能够帮助今天的人们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吗? 塔拉又想到了这个奇怪的纯金头姑,它从头顶到下巴紧紧地缠绕在墓主人的头部。 在人们以往发现的辽带墓葬中,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头饰。 那么,这个奇怪的纯金头姑是否标明着墓主人的特殊身份呢? 塔拉想到了一件被他忽略了的小型事物,一对金银牌。 这个是最后在那个清理那个棺的时候,在他的衣服的最外层的衣服。 衣服上,这都带这个,带这个眼嘛,在衣服上缝着的。 当时出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牌子印象不是很深,都是看有图案的,一金一银。 再次仔细观察这对牌子,塔拉发现上面的图案清晰可见。 银牌上的桂树、玉兔、嫦娥无疑是月亮的象征。 金牌上一只三组鸟分明代表了太阳,这让塔拉的思路豁然开朗。 第一个武山的一次吧,在查看那个萨满教的资料当中呢,就提到了一条近现代的萨满,它的服饰。 它用线来缝绣成那个左日那个右月,左边绣一个太阳,右边绣一个月亮。 那么根据这条资料呢,就当时我就联想到我们的这个银牌的金牌和木顶的太阳和月亮。 和就现在提到的近现代萨满的那个,它的那个服饰,它所绣的这种图案是一模一样的。 萨满教是一种产生于原始士族社会的古老而又神秘的原始宗教信仰。 中国北方的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盛行过这种原始信仰。 萨满教中的神职人员就被称为萨满,是人与神明沟通的媒介。 而且在古时,萨满多数是由女性来担任的。 在辽史的理智篇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启丹人同样信奉萨满,他们称之为乌。 记载中我们能够看到,甚至许多皇家的重要祭典都是由乌来完成的。 在辽代,根据辽史记载,辽代的乌分为普通的乌,还有大乌或者泰乌。 所以只要分为两个层次,在皇室祭祀中。 那么托尔基辽墓的墓主人身份这么高,带有日月,还有天和朝。 所以我推荐它应该是大萨满,皇室的大萨满,就是泰乌或大乌。 由此,包括塔拉在内的多位学者推断, 土耳基山辽墓中的这个神秘的契丹女性, 应该是一位地位尊贵的,专门为皇室服务的泰晤。 然而,仅凭一对刻有日月的金银事物来确定她的身份, 似乎显得证据不够充分。 但学者们认为, 随葬品中的多种迹象都与这种判断相吻合。 这个奇特的头菇是最为典型的证明。 我都戴那个菇, 金字的菇, 那个应该是个萨满帽。 这个萨满帽啊, 这种样式的萨满帽, 现在就是在北亚, 包括我们的东北。 萨满, 近代萨满的服装当中, 是常见的。 你看这个, 头菇和这个图长布结构是可以说一模一样。 但是现在这个民族学看到的都是铁的或者是铜的, 不是金子的。 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近代萨满的头饰与气单头菇两者之间几乎是惊人的相似。 只是在下额部分, 近代萨满的帽架并非使用金属连接。 专家解释说, 近代萨满的头饰发展变化了许多, 使用金属片将帽架固定并不方便舒适, 现在多采用布袋捆绑固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 萨满教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萨满教的祭祀仪式现在已是难得一见。 这是我们多方寻觅才在通辽地区找到的保留萨满器具与服饰的一户人家。 请他为我们做了一次仪式。 叮叮当当的响声让人自然联想到墓葬中的铃铛。 在萨满祭祀当中, 他这个法器当中有一种法, 有一类法器, 它叫做响器。 响器包括铃铛, 包括那个手骨, 就是响器。 那么他在藏满祭祀要做法的时候, 铃铛一响就代表神来了, 通过这个甩铃铛, 这个铃铛的响声, 代表着风声, 云声, 神的走动声, 那么神的恶魔就像打斗的拼斗声, 同时通过这个响器的声音模拟表现出来, 所以铃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器。 那么人们也对他的进行敬畏, 这个铃铛就可以单独地进行供奉, 他有避邪, 避神的功能, 避这个驱逐妖魔鬼怪的这种功能, 代表神, 那么精灵可能就代表了天神了。 其实, 早在考古人员们在清理棺木中死者的腿部时, 就从腐烂的遗骸中发现了多枚小铃铛, 如今看来, 它应该是和现代的萨满服饰中的一样, 是悬挂在神袍裙摆上的响器。 也因此, 在墓葬中其他器物上出现的大量铃铛, 就有了符合墓主人身份猜想的合理性了。 清碎的铃声与低沉的鼓声, 仿佛将我们带到了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契丹女巫的面前。 契丹太巫的推测并不能解释墓葬中所有的疑点, 谁又更符合墓主人离奇死亡与仓促下葬的迹象。 她曾经被推浅用这个, 就是这个叶铁阿宝地的奥夫。 复原出来的墓主人容貌毒死, 请继续收看《王者归来》。 随着证据的逐一确认, 这个在古墓中沉睡了千年的契丹女性的生前身份似乎已经清楚。 然而,之前的许多疑点依然没有答案。 太巫可以拥有如此之多, 只有皇家女性才可享用的带有凤凰门式的陪葬品吗? 水淫中毒而死于非命的疑点又该如何解释? 辽史记载中的一个公主的特殊身份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奥姑是早期启丹社会所特有的, 由族中显贵的女性担任。 奥姑虽然不同于萨满, 但同样带有神女的色彩, 在家族的祭祀活动中担当重要的角色。 在公主表所列的各位公主中, 只有智谷一位公主在幼年时被推举为奥姑。 在智谷公主的身上, 皇家女性与神职人员两种身份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那么, 这个神秘的契丹女性会不会就是了待的第一个公主, 智谷公主呢? 专家们随即开始研究智谷公主后来的命运遭遇。 叶利亚宝基当生了一个部落首领以后, 从907年当了几年他不下台嘛, 实际他们兄弟之间他有几个兄弟, 也有资格当这个契丹部落首领, 所以亚宝基不下台, 他们兄弟姐妹兄弟之间也对他有反感。 所以在那个912年吧, 或913年的时候, 完了他的兄弟几个, 什么安瑞、迭拉, 那个迭拉, 还有什么尹底石他们几个就是开始造反, 就是想把他阿伯基推翻了, 推翻了以后他们当了皇帝。 这是一次震动契丹朝野的叛乱, 耶律阿宝基历时三年才将叛乱平息, 而智谷公主的丈夫肖世卢也参与到了叛乱之主, 失败后畏罪自杀, 智谷公主随即闭死。 辽始公主表不正宗说, 智谷从其书腊阁等谋乱失败, 太祖未霸制法, 但专家们推断, 智谷公主的最终死因不是因病, 而是因为跟从其丈夫叛乱, 因悔恨而服毒自尽。 作为父亲, 耶律阿宝基一方面希望女儿的灵魂能够得到解脱, 另一方面还不能把事实真相书明白, 于是便匆匆修筑一座墓室, 将豪华的皇家公主用品和成组成套的萨满神器一并葬入其中, 也没有按惯例为智谷公主书写墓制名。 种种推测, 在没有更为确凿的正习之前, 在考古学家的眼中只能是作为猜想, 千年后的今天, 人们也只能在他复原的面貌中满足一时的好奇, 而他却始终用沉默对抗着考古专家的询问。 他究竟是神秘的巫师, 还是命运多舛的公主? 在他紧逼的双尘中, 人们将继续寻找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